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零关税生存站 我们就带你实地来了解 饲养成本高的本土漏农业 在零关税之后 产业前线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跟转机 还有明明台湾险乳售价如此之高 但为何漏农却还是高海 他们赚不到钱呢 事实上近两年台湾乳业风雨飘摇 疫情时进口饲料成本高涨了快一倍之多 熬过疫情之后又遇到通膨物价狂飙 连带让牛奶销量成长趋缓下来 但最严峻的冲击还在后头 根据台纽贸易协定 在2025年这关键时刻 纽纤兰的义太奶将零关税进口到台湾 适应低价的进口乳 势必就会严重打乱国产鲜乳市场 那么动荡之际 在过去一年多 已经陆续有十多间以上的牧场 黯然歇业关门了 专家就分析说 眼见进口鲜奶有低价优势之下 许多乳饼大帐已经开始调涨 他们的生乳收购量 目前就传出计划要减产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换句话说 最后的结果不是全部的牧场 一起淘汰母牛 力往狂澜 降低生物产量 不然就是直接高达快 两成的落农 惨走投胎 究竟台湾的鲜乳 产业前期的寒冬要如何度过呢 毕竟调节产量 也不是像是关掉水龙头 就能让乳牛每天瞬间停止产量 那么产销的现实诸多无奈 想破解 我们继续带你找答案 台湾在2025年之后 就是牛西兰的牛奶进口到台湾来 是零关税 不但零关税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它本身跟台湾的落农 采过我们的生乳 它同时也是进口商 这才是造成我们更悲哀的地方 畜牧场养牛 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事业 几乎说是可以传承的事业 老一辈他们辛辛苦苦打兵下来的 他有时候很难抉择 他要驴落马或者是他的下一代 不肯接手 这个等级也是最好的 那时候是因为航运出了问题 突然间停了那么久 大家的炒料太吃光了 你说这个东西都最颁奖一倍就对了 对对对对 这个是澳洲田园买的 喂牛吃草 落农最大开销 铭鳳牧场300头牛 一个月要吃掉1.5个进口货柜 约80万元 成本越来越高 但今年下秋两季 铭鳳的生乳收购价 被如瓶厂砍了4元 一个月少赚30万 有时候因为入瓶厂 他们的经营模式 或者是市场的反应不好 他们会做一些取舍 但是他并不会照着 好像我们之前的合约上面的走 他们有时候会随时的做一个调整 因为这是台湾长久以来的一个制度 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田中贤是二代落农 大学受益系毕业后接手家业 他导入科技养牛 体感薄环一个9000元 整套牛脂健康监测系统150万 连一个风扇都要15万元 这个全部都是块 像我出生也是在牧场出生的 是哦 对 这边 没有去医院 没有因为那时候 还是住在牧场这边 养了一辈子的牛 却越来越看不到未来 利润变低 2025年还要面对 领关税进口乳的竞争 今年跟老婆竟然谈起了 还要不要继续养牛 因为我想说 台湾到底适不适合养牛 那我们这么辛苦 那政府到底有没有支持 你看像现在这样子 已经 台湾已经倒了好几家了 落农有办法去抗议嘛 因为他真的是很弱势 连抗议的时间都没有 甚至我们有那种团体啊 请我们坐游览车 就是一个牧场派两个人出去就好了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成型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时间都被绑在牧场 乳瓶场要求我们减产已经很久了 对 将近一年了 像这头牛 它现在出生 然后它第一次的分娩 产奶就是最快要两个人 以前爸爸常在讲 牛奶不是水龙头 你打开就有 你要停的话就把它关掉这样子 其实它是一直在持续的生产 为什么落农感到这么无助 摊开数据 国产生乳每年生产量持续成长 2022年来到46万公顿 已经超过生产目标 但国内市场并没有同步增长 生乳收购价已经失去成长空间 直击美式卖场 红色包装的美国进口鲜乳 民众少则两贯 多则正乡搬走 比较价格 国产义美鲜乳每公升67.25元 美国进口鲜乳每公升71.16元 纽西兰鲜乳则是73元 如果取消14元关税后的价格 能不心动吗 进口成本的时候 如果消费导向已经以那种价格上来导向的话 一定对我们有冲击 既然有冲击 不用漏龙 一定会紧张嘛 如果我就举例子 它是肉农户 我是乳饼工厂 我就跟他讲 你看要依照我的标准条件 你如果不爱 不爱好 我也不需要跟你采购 我欠的 我就对政策就好了 你说它是肉农户 是多么委屈 它不得不求钱 专家表示 进口鲜乳的利润比国产的高 若想扩大市场 价格还能继续降 事实上已经有鲜乳品牌 开始调整国产鲜乳的布局 从奴品厂那边的规划 我们的申乳的收购的量 它大概会希望说 至少15%到20% 那从去年开始就造成 有一些奴品厂开始 不愿意跟一小部分的弱容 再继续续约 才一年多的时间就实际长 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进口鲜乳成本加上运费 都比国产的便宜 台湾鲜乳售价 长年位居世界最贵 是澳洲的1.6倍 更是纽西兰的2.3倍 到底位置吗 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的牛 它的煮脂肪 它的乳蛋白3.4 我们怎么会输给进口的 我们这个是跟国际同步的 访问到乳业协会秘书长方清泉 他直言台湾鲜乳品质 早就跟上世界水准 但饲养成本实在太高了 台湾的一公顷土地 大概要四千万五千万 一千公顷土地 在台湾可以养多少牛 两百头牛 四千万养两百头牛 一头牛光土地的成本 就要去掉多少 二十万 是不是 第二个 台湾是亚热带国家 亚热带国家是高温多湿 因为我们要把房子做得高 通工量要大 光买一个电风扇 一个电风扇不是三五万 这是三五十万一个电风扇 也没想象不到的 另一个原因 台湾生乳价格与终端价的比例 是一比二点八 同样是澳洲的将近一点八倍 以一百元的鲜奶来看 若农约拿三十到三十六元 乳品厂是规模大小拿二十到三十元 通路拿四到五成 关系是一层压着一层 生乳本身 我们没办法去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 因为他一天不跟你说过 也许我还有冷冻库 两天不说过 也许还可以接受 三天四天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容量我的秘乳的牛 那牛每天都要秘乳啊 这就是洛农跟乳品工厂被挨的 在谈判的立场上 我们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 在跟他谈判 为了保障洛农不亏钱 乳品会会订定基础乳价 为生乳的最低收购价格 乳品厂再根据生乳品质给予加价 基础乳价在2022年涨了两元 平均28.12元 看似弥补原物料上涨的成本 但乳品厂往往会透过降低品质加价 或要求减产维持收购成本 这个只有乳牛厂跟乳品厂之间 契约上面呈现的 那那个没有保证一定会给你 那个就是条文写的比较有弹性 这样的产销关系已经持续几十年 不过乳品厂跟通路端虽然有溢价优势 但肩负者销售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销不出去嘛 对 价格高销不出去 那变成是我们压力扛在我们身上啦 对啊 你奶交给我嘛 我都要照单给你全收嘛 然后你钱拿走了嘛 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卖不掉 堆在我这边嘛 所以一旦我真的处理不 以前你价格往上 市场卖得掉啊 我都活得好好的 当你在往下降的时候 市场上还是不接收 都堆在我这边来 约到了我就没办法再收你的啊 台湾的先如产销结构暂时难以撼动 那国产鲜乳究竟有什么优势 可以迎战低价进口的纽西兰鲜乳呢 以全脂鲜乳来做比较 同样标榜乳脂肪3.0以下 非脂固形物8.25%以上 专家表示脂肪蛋白质营养成分都差不多 但国产奶的优势就是新鲜 因为新鲜嘛 等于说你今天早上看到这一托牛挤出来 你下午就可以在朝商喝到早上挤出来的鲜奶嘛 那么国外不可能 因为杀菌程序不同 进口鲜乳保鲜期能达两个月以上 但切记开封后还是得尽快喝完 国产奶从榨乳后只有14天的赏味期 乳业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标示 让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 就举例子 来源来自于哪个地方 就写得非常小字 第二点点 它的有效期间的一切也非常小 那个鲜奶两个字表示得非常大 其实它是80天90天的商品 我们是14天的商品 都叫做鲜奶 对国产确实有不太公平 另一个解方就是扩大 国产鲜乳的消费市场 国建筑建议国人每天应该摄取 360到480cc的牛奶 一个人一年要喝131公升 现在平均才20公升左右 成长空间还很大 你看日本从二次大战之后 它就是为了要让日本的身高 能够长高 他们前面提供的是儿童奶 欧洲 美国也都是协童奶 台湾为什么经济这么好 计量我们的血统 没有办法喝到一些牛奶 是觉得很遗憾的 台湾落农业是民国60年代 蒋经国因应国防的粮食自主需求 开始发展 在现代更成为重要的营养来源 进口能否取代国产 最终还是端看市场需求 知不支持落农 继续生产高品质的鲜乳 选择权还是在消费者手中 自己的牛奶就是很甜 然后风味就是很香 他去纽西兰两个礼拜 每天早上都有喝他们的牛奶 后来隔天一回来 因为抓工作嘛 可能一会喝到我们家 台湾的牛奶真的是浓存香 因为国外的就是 它是人家说的厚实感 它没有厚实感 它就喝起来就是 有牛奶的味道 但是它就是有点水水的 很淡 很淡 对 后来一喝那种差别 真的是差很多 后来之后我就发现 我们的牛奶真的是好喝 这场零关税的强烈冲击 本土落农 最担心的莫过于是 国产鲜乳敌不过价格债 被迫为了求生存 只能跟进大降价 造成见价伤农 而眼前除了争取国人支持来抢救 想要扩大消费市场 有解放吗 事实上台湾的鲜乳版图 早就悄悄掀起了一波 白色革命 不凭低价 走的是精致化路线 而近年流行所谓的小农仙乳 快速崛起 背后推手就是他 兽医师弓箭家阿嘎 那么就在他深入牧场看诊时 赫然发现 原有的产销架构之下 落农不仅跟大型乳瓶厂 溢价时非常弱势 而且长久以来 齐头式的混合 跟牧场深入加工的模式 也很难让有心要提高品质落农 继续花心思 花成本来努力 而经过变革之后的小农仙乳 直接就把产地或牧场当作品牌 跳过了乳瓶厂 自产自销 过去五年的冲刺 业绩大幅成长2.5倍 而这巨大的转变缘起 还跟205年顶星列游 时安风暴有关 当时阿嘎募资创业 那么开出高于市价 向佩克的牧场收购深入 自行加工 主打的就是单一牧场 鲜乳力推我出品 我负责 这样的模式 深受消费者欢迎 如今脑筋动得快了它 又把目光转向品奶推动了 希望喝鲜奶 如同品酒品名的喝咖啡一样 做出鲜乳风味轮 也提升消费者的食农认知 小农仙乳近十年 如雨后春笋品牌伶俐 像在彰化 在台乃及在花莲 不同产地因应它的气候不同 那其实每一家农场 提供这些牛汁的饲料也不同 品味起来就会有不同的风味 超时架上 牧场鲜乳品价远远超过传统大厂 全联佳乐福等传统卖场 路易莎连锁咖啡 纷纷推出小农仙乳专区 究竟有什么魅力 像我们鲜奶部分的话 以小农来说 我们是有这个桥头的鲜奶 还有我们这个木珍的鲜奶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这个 进口的纽西兰鲜奶 那桥头它对于我的感受是 喝进去的时候 奶的味道会先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的茶味才会出来 那以我们的木珍来说 喝进去的时候 它是比较清甜滑顺的口感 要衬托茶香 业者只用小农仙奶 不同牧场就有不同风味 当鲜乳变成配角的茶饮时 则用进口鲜乳 换句话说 国产鲜乳的优势 正是在地风味 因为其实就是小农 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已经在这几年 慢慢打开市场了 它是当一牧场 过来到我们的店内 对 所以说它的品质的部分 就是没有经过调和的 就很单纯的鲜乳的味道 这是我们想要的 小农仙乳贩指以牧场或产地 为品牌的牛奶 虽然单价较高 但近年迅速崛起 农委会资料 2016年全台小农仙乳 供应量约9000吨 直到2021年 已经达到2.3万吨 增幅2.5倍 现象级的成长背后 一大工程可是一名兽医 我们是固定例行会 每个礼拜过来这边 帮牛做健康检查 那同时如果这些牛 是有配种的 我们就去检查说 这个牛有没有怀孕 就类似帮他做一个怀孕检查 配种52点 其实这跟人区院做产检很像 差不多意思 有 有胎 有一个白白的 一颗在中间 那个就是一只小牛 有怀孕了 对 有怀孕了 后面黑黑的就是它的羊水 牛只的缠件 画面有些冲击 为了维持子宫干净 可以将超音波探头 从肛门生日直肠 限差正下肯的子宫 3D作业是受医师的日常 肮脏困难又违宪 这个不小心被牛踩到 还不是开玩笑的 移动来移动去 有时候就会不小心被踩到 一只脚的 一只脚重量可能就250公斤 拱建家大家叫他阿嘎 是34岁的兽医 同时也是潜乳品牌的创办人 他跟特定落农合作 推动单一牧场的鲜奶 其实我一开始就做兽医的时候 认识很多农民 然后每天工作完 我就会在他们家里面 泡个茶聊个天甚至吃个饭 那才慢慢发现说 其实他们过去的产销模式 存在一些限制 或是存在一些不合理性 他们过去的收购模式 都是这种混合式收购的 那我觉得对牧场来说很可惜 他没办法把他们自己的产品 可以来做一个具有差异化 具有特色性的一个繁收 说来可能令人惊讶 许多洛农养人一辈子 不知道其他的鲜奶是什么味道 传统的乳液产销链 由味泉统一光纯等大乳品厂 在溢价优势的情况下 跟洛农收购生乳并混合在一起 经过调和加工杀菌在充填包装 洛农充击量只是一瓶鲜奶的供应商之一 这种集体收购 然后共同生产的模式 对于这种饲养好或不好的洛农 就是在里面其实是没有差异的 就是它最后就是做一个标准化 所以你养得非常顶尖的 老实讲你最后也是混合到 一般等级的里面的时候 你自己对于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好 会心里有个怀疑 或者说好像会慢慢觉得我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 比如说我多花10块钱的成本 可是我可能只获得品质加价可能5块钱 那代表他少赚5块钱 工乐牧场的黄长征 是第一位跟拱建家合作的洛农 他用较昂贵的饲料养牛 阿嘎的公司在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 单独加工上架 准吃鲜乳由单一牧场生产 他们相信这样的模式才可能提高牛奶品质 这一区就是A2的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采集它的毛发去送去美国检验 然后现在台湾也有检验技术了 这是全台第一批透过精英技术培育的A2鲁牛 科学家发现鲁牛有一种精英型分为A1跟A2 其中A2牛秘乳的β弱蛋白更贴近人类母乳 降低刺激肠胃辣度的风险 要生产这样子的鲜乳在传统的产销店中 几乎不可能 其实说消费者喝别家的牛奶 他肚子会不舒服 喝我们的不会不舒服 这个存在价值就很高了 阿嘎跟黄长征跳脱传统卤品厂的制约 被视为乳业先锋 虽然过去也有其他牧场自产自销 但他们的影响力更大 或许该说是时事造英雄 鼎心正义油品连三出包 民众发起抵制行动 卫权产品通通say no 以前还蛮常喝林凤云 我们喝了十几年 对 我很怕她有加东西 对 最近看了之后大家都不喝 差很多 以前那个林凤云都是用抢的 现在都很少了 2014年鼎心爆发烈油事件 旗下卫权公司被抵制 落农受波及 困境中需要求变 加上民众的食安意识提升 成为拱建家创业契机 那时候大家对于食品很恐惧 然后很有主动的意愿 想要更多了解食物背后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要做模式 就是说鼓励有一些真的 想要追求卓越 或者说想要在不管是动物福利 牧场环境 牛奶品质 追求更好的这些农民 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支持他们 大家好我是阿嘎 建筑坊从一个人到现在有个团队 有许多人默默在后面给我们支持 我们很小 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大 现在我想邀请你一起加入我们 2015年阿嘎透过集资平台 募了600万成立先入品牌 几个热血青年一起干 他们以高于市价收购升入 主打单一牧场无成分调和 结果大获成功 现在已经有6个合作牧场 免移收突破6亿 台湾有500多户嘛 那先入坊不过就是6户 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 真的让所有的农民都改变 那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一个种子吧 就是一种改变的可能性 就是说如果先入坊 我们走一条特殊的路 我们可行了 那也让农民知道说 其实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继先入坊之后 其他牧场農会开始跟进 所谓小农先入一一上架 台农先入场是受贿者之一 他们接到的代工量大增 近五年产能翻了五倍多 他那时候一开始 他一次来做 他才做大概一顿到两顿的奶而已 经过这六七年来的成长 他现在几乎一天可以做到 三十几分四十顿的奶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进化 可是他会把市场做区隔 他并不是以工厂做品牌 为唯一的依据 他还可以由牧场 不一样的牧场 或是不一样的区域来做分割 所以我们特别会在 牛汁的饰养方面 营养方面 会去着重追求 然后你什么给牛 他反映出来的品质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推出来 其实东西都是要接受消费者的检验 反而是别人回馈回来的评价 对我 我觉得我是最在意的 这个就是好像是 这一款鲜奶是你的小孩 因为你出产了 这一场改变 有人称之为乳业的白色革命 虽然是赚钱了 但阿嘎将公司定位为社会企业 他也继续留在第一线 那你不会想要说 这兽医的工作就放下 不会耶 因为兽医本来就是一开始 想做的事情 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去做了 好像鲜乳房 那个一开始存在意义又不太一样 兽医是喜欢的事业 鲜乳公司则是置业 他还有想改变的事 我们也发现小农这个词 后来也开始被滥用了 我觉得就会有太多人 会搭着这样的一个 红利来去发展 有点 鱼木混珠的这种做法 他是两头牛叫小农 还是二十头还是两百头 小这个词到底重要吗 还是其实好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小农这个词其实 没办法很好地去阐述 我们所认为的 不管是地方创生的精神 动物福利的精神 让牛奶品质 可以做得更好的精神 我们喝牛奶 这个风热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燕麦片 跟一点甜燕麦草的味道 然后有烤坚果的风味 阿嘎近年推动的是品奶 如同品酒品名和咖啡一样 做出鲜乳的风味轮 提升消费者的食农认知 辨别什么才叫好农鲜乳 就是说红酒不是有那种 玫瑰图就是说它的风味 落点在那边 然后就是包含它的坚果调 就跟牛吃的还有牛的环境 跟牛的育种的这个系统 都有关系 你们说那个放佛金会有差 放佛金可能人有差 哈哈哈哈 放佛金很差 阿嘎最初的梦想是住在农村 每天为动物看着 正义感使然 但他跟着落农们一起越走越远 国产先入未来挑战只会越来越多 这一场白色革命还在继续 其实应该说我们期待是 让生产者被看见 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为这个土地 付出流汗的这些农民的价值 是被大家理解的 一样用他们很专业的农业饲养的一个技术 可以继续供应给台湾这土地上的人 非常顶尖优质的农产品 而且这个品质 对照国外是更良好的 更有竞争力的 然后大家可以很放心 觉得台湾农业让我们感到很骄傲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请台湾加入CPTPP之后 有望社会大展身手的有哪些产业呢 从汽车零组件再到纺织机能部全球布局 稍后一一为您来解析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请台湾加入CPTPP对我们 究竟是冲击还是一线升机呢 在零关税的广角之下 台湾产业真的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带领大家深入探讨 想要与世界完全接轨 台湾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利弊得失 首先为您盘点就以外销为主的工具机业 绑制业还有汽车零组件业 在加入CPTPP之后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开拓更多更多国际市场 增加产品竞争力 而其中在台中大渡山下 全台湾最大的工具机聚落产业龙头台中金基 它就结合了最新科技跟艺术美感 打造出智慧工厂来营营 而另外国内仿制大厂蓄荣集团 他们的国际机能部也提前布局了 做到全球相关产业高达七成 都来自MIT 那么已经是专门生产定级超跑 零组件游风的全拓工业 面对新的局势 背后的故事 我们继续带您了解 这一台是限量 限量款 全球限量 全球限量918 赛气超跑 比较一辆又一辆 我刚刚搭乘的这一台呢 就是知名的欧洲超跑 而在我背后的这些超跑呢 其实他们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引擎跟变速箱当中的游风 都是MIT的公司生产 看到这些像变形金刚一样 可以华丽变身的超跑 还以为来到的车展 但这里其实是位于彰化花坛 一间专门生产 定级超跑零组件游风的工厂 成品主要销往欧洲 都机器人 机器手费自己拉出来 有没有 我们当初是38.5 一块欧远兑台币 现在的32块多 不到33块 我还要继续做 我还要不亏本 还要跟员工加薪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的生产技术 被我们看遍厂房 大大小小细节的 就是董事长吴重让 跟别的董事长不太一样的是 吴重让不要员工 一直喊他董事长 因为他觉得员工只要努力 各个都有董事长的潜力 你就是董事长 你就要自己拿 不用去申请 相信员工也照顾员工 希望大家只要花脑筋 想想怎么帮公司增加利润 对自家的产品也很有信心 这二十年下来 不管是产品的这个 差异化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着实的 能够交到欧盟 德国的汽车工业 那应该是佼佼者的 以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讲 我的商品力 我的产品 是相当有竞争性 我会赞成 参加CPTPP的 对我来讲是更有利的 面对台湾在今年九月 申请加入CPTPP 无从让表态力挺 因为他看到更多 外销到欧洲以外市场的机会 汽车的保有量跟生产量 保有量大概一千多万台 生产量一年大概四十几万台 包括进口车 你说这个市场来讲 强的零组件要进来的话 他认为这个市场太小 反而没有什么规模 经济他没有什么兴趣 反而我们开放的话 我们跟全世界来走 其实这大方向才是对的 其实台湾汽车零组件外销占百分之八 内销只占百分之十二 可见是以外销市场为主 2020年的出口总值超过新台币 一千九百二十七亿元 排名前三的出口国分别是美国 日本和中国 对外销汽车零组件 业者来说 如果加入CPTPP 就更有机会打入主要会员国 像是日本 墨西哥 澳洲等国的市场 那特别是我们加入之后 因为日本呢 他也是在建构他汽车产业的 区域的供应链 所以这个汽车零组件 加入之后搞不好 可以打开 进一步打开日本的市场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做整车内销的汽车零组件业者 就很可能面临加入CPTPP后 被要求降税甚至零关税的挑战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而台湾还有更多仰赖出口的产业 加入CPTPP 对他们来说等于是带来翻身机会 在布料的表面上来产生一个自由基 那这个自由基就是能够来抵抗 那个病毒跟细菌 一场疫情让抗菌机能布料 更受到全球运动服装品牌青睐 当这些大品牌要采购机能性纺织品 有七成来自台湾 来到国内纺织巨头 位于台北市的研发部门 这里除了是研发人员 脑力激荡的地方 还能直接跟远在国外的客户 讨论设计想法 如果要面对面沟通 位于新北市的厂区 还有快速反应部队 做好了设计之后 可以立刻打板 然后到楼上来 把样衣直接做出来 当日就可以完成 所以就达到我们快速反应的目的 现在有很多的客户 会很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原因 就是在我们非常具有弹性 而且我们在全球都有生产基地 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这个供应链是不可以放弃的 因为它如果只针对某一个地方 做供应链的时候 就会遇到像类似像这种的情形 没有货柜 没有生产基地 没有限电 然后因为疫情的影响停工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所预测的事情 当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时候 你只好准备多几条路来走 而加入CPTPP 对纺织业来说 又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日本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地 那么CPTPP的这个 远展地的规范 它是从沙开始 就是沙是在这个国家制造 支撑布再做成成衣 再销到它的会员国里面去 才能享受到零关税的优惠 台湾目前不是CPTPP的成员国 所以在台湾生产的沙 出口到CPTPP成员国的越南 做成成衣 再回销到同样是CPTPP成员国的日本 还是得加征关税 台湾沙场因此被迫外移 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对台湾当然发展是不利的 但是将来如果加入CPTPP之后 沙场就可以考虑 急于扩大在台湾的这个生产 自动化生产模式 让台湾纺织业在地生产有发展空间 而如果能顺利加入CPTPP 台湾的机能性化纤 沙线 布料 环保纺织品等既有优势得以继续发挥 还能享有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好处 防水透视的这些机能布的面料 它会结合不同的这个材料 来做一个设计 如今台湾纺织业总产值 约新台币3000亿元 2020年超过8成是出口沙线布料 超过9成的纺织业者 都转往机能性领域发展 创新研发好在前头 接下来台湾如果能加入CPTPP 再关税这场账胜出 台湾纺织业也能更上一层楼 随着空拍镜头 来到台中南屯的工具机聚落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 白色流线建筑庭园雕塑相应程序 外观向美术馆走到里头才发现 是一座智慧工厂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盖建这个工厂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大概是7年多的时间 其实像我们用到的手机 手机上面有很多金属的这些东西 也都可以用我们机器做出来 多轴复合机还是我们的五轴机 这些都可以做到航太等级的设备 深耕台湾超过一甲子的台中工具机大厂 产品展示间里能看出工具机产品 多么千变万化 甚至偶尔也能不误正宴 像艺术家一样 雕塑出美丽的摆饰品 势必客制化是未来的超原 所以说我们这套机种 它是针对客制化而制作的 里面所有人要做的动作 都由机械手去取代 高雄能机械手臂跟工具机 通力合作 而另一头机密的战情势力 也能及时监测 确保各项计划都在正确的轨道上 在全世界的工具机制造 大概是排名第五 出口是第七名 所以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在中部地域有完整的基落 台湾共有1968家工具机厂商 其中984家也就是一半都在台中 是全台最大的工具机产业聚落 2020年总产值是28.7亿美元 其中高达8成是出口 2020年的出口金额是21.6亿美元 但比起2012年的历史高峰 42.7亿美元有不小落差 该往哪里找出路 台湾这次的 这一些跨太平洋 加入对工具机 是增加了肺炎果出来 那对台湾工具机 是一个更大的市场 它只有一个关税 大概不到5% 那如果我们这样加入的话 就会一个关税 如果以同等的竞争 零关税的话 我想台湾的气味 一定非常强的 订单有在复苏的这个状态 所以一直到今年的大概第三季 其实我们算是 接单都还蛮畅旺的 接下来第四季是稍微有趋缓 不过我们就可能 还是要做一些措施去避免说明年 不晓得 因为现在景气变化太快了 外在经济情势变化快速 原物料运费飙涨 新台币升值三大因素 对工具机产业构成挑战 在台湾高峰 开拓新市场实力硬气都是关键 CPTPP对台湾仰赖出口的产业来说 确实是转变的契机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不变的是对未来挑战 永不放弃的决心 欢迎再度回来 加入CPTPP有得有失 其中市场开放这一项 台湾农业面临的冲击 就是最现实的 能不能生存下去 尤其目前台湾依然有超过 针对八成进口农产品课证关税 而台湾筹备十年想加入的CPTPP 它最著名的特征 就是接近全部产品零关税的高标准 未来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农业 如果拿掉了保护伞如何求生呢 农委会点名了20项敏感农产品 其中就包括了花生大伞 我们采访团队亲自走访全台湾 种植密度最高的云林 实力深入产地前线 带您寻求解放 一粒粒花生经过电脑筛选 接着就要考验作业员 颇眼晶晶的功力 等到马埃跟头刀 不过最终还是要透过人力筛选 才能够把像是破皮或是裂开的花生 挑选出来 这样的花生脱壳厂 全台大约有30多家 其中有9成的比例都在云林湖畏 若花生被视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 台湾一年的花生产量能能落在6700公吨 其中有8成都是来自云林 不过自从加入WTO之后 已经多了5235公吨的进口配额 不少农民都表示 若是接下来再加入CPTPP 市场免不了又要再被分割 这个冲击到的绝对是价格 与多数当地农民一样 从父亲手上接下农活 对于台湾申请加入CPTPP 他不会言 其实很担心受到冲击 就是听人们说的 我立了 就是计划 就是都买冠 你看买不买 你如果买就拿到 这样对农民一点 那就 很烦恼 就很威胁 苦笑是他最直接 也最无奈的反应 尤其20年前 台湾加入WTO 已经让本土花生 经历过症痛期 主要的原因就在价格 本土花生每斤大约是75元 然而已经增客25% 关税的进口花生 一斤只要60元 怎么算 都比本土花生划算 你加入GPTPP 变成零关税 零关税越南的花生 又跟台湾比较像 就是吃的口味 不会差得很离谱 就是差不多 它的成本已经低于 我们三成 势必 你农民的面积 一定要再减少 不然你的量 台湾就是这些人口 台湾加入WTO后 农产品平均关税 约在15.6% 即便有关税配额签制 人不敌开放进口后的市场竞争 甚至就连加工制品也不例外 例如花生酱大约有七成都靠进口 其中越南中国就各超过四成 农产品的东西 它不会越吃越多 像我们人口再往下走嘛 你哪有可能越吃越多 一定会越吃越少 你越吃越少 它零关税进来以后的市场 你台湾就根本不用中了 不用中你叫农民怎么生活 加入CPTPP后 由于经贸自由化过程中 通常保护门槛与冲击程度成正比 若移除关税保护后 原本被挡在门外的进口产品大取入侵 本土的农产品又该如何因应 我们的生产过程有经过验证的 这是履历验证的一个标签 那我们不只是履历 我们工厂也有验证 你拿手机扫QR Code之后 它就会显示我们种植的农友 它的整个状况 花生油 花生人汤 花生零食 都是使用国产花生 为农会和农民收购 加工制成 增加产值 更重要的是 要给这些花生身份证 便于消费者选择 我们的花生确实比进口的好 可是当在加工后的话 实际上很难去分辨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强调 要去做履历花生的 整个验证的一个重点 台湾第一支履历的花生油 比例认证的做法也立于出口拼外销 目前虎伟農会的花生制品 已经外销到爱尔兰 加拿大 欧美 日本等地 未来若加入CPTPP 能不能增加外销管道相当重要 然而不仅仅花生受到冲击 大蒜也同样被农委会点名 从四月份到现在 你看我们的蒜头 到现在都没有整个软掉的 没有发芽的 这其实是我们赤桶得天独厚 因为有浊水溪 这样的一个好品质 才有办法让我们的蒜头 可以保持一年不发芽 当地人俗称的大瓶鸥 就是当地蒜农 引引为傲的黑夜蒜 不论炒菜或是撒上蒜酥 做成蒜头饭冰淇淋 都是当地的特色料理 云林刺铜香 作为台湾的蒜头之香 一年产量达4800公顿 当地农会早意识到 CPTPP恐带来的冲击 卯足全力增添周边效益 我们在面对CPTPP之后 我们会更全力的 在整个加工品上面去做充斥 尤其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趋之若蜜 包装精美的黑蒜里和植物品牌 强调包装后 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不过就算有人带头找出路 当地年轻世代的农民 仍难掩忧虑 它就是所谓的贸易自由 然后会进口的大蒜 以大蒜来讲 进口就是比较便宜 会冲击价格 去年9月蒜头价格标出20年来天价 美金200元 直到进口蒜头通关 价格回稳 年初来到120元 生产期更是回到90元 直到栽种期量少又为复上升 未来要开放各国进口 价格难保不会一团乱 从一开始农业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受冲击产业 如果大家还记得 其实日本是先前TPP里头最后一个加入谈判的国家 当初有所谓的TPP亡国论 它其实就是担心日本的整个农业 在参加TPP之后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以目前CPTPP的11国农产品出口结构 对台湾敏感农产品较有潜在威胁的 分别是加拿大的竹鸡肉 澳洲的卤制品 越南的花生 水果 茶叶 鱼草虾 及马来西亚的白虾 至于日本除了洋葱外 其余农产品出口都跟台湾互补 若能结肠不断 CPTPP也未必全然充满危机 这个内需量不一定要求多 但是值一定要紧 就是所谓的高值化 无论是品质的值或是价值的值 就像我们当初要签EPPA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记得政府推出的 一个东西叫做MIT 台湾制造的东西就是优质精品 所以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品牌化 学界提出看法 认为若是加入CPTPP势在必行 那么不如正面看待 台湾农业若能借此打出品质差异化 透过像是履历认证 强调产地 或是提高格局植入品牌概念 增加市场竞争力 逃猎流量 当然相关部门也得发挥作用 对于受冲击较大的农业品项 辅导农民转型 或是经营休闲农业另辟蹊径 产业面则判官方要有所作为 如果要争取缓冲期 我们要缓冲期多久 因为现在加入WTO 对花生已经有影响了 对于我们赤桶来讲 这个蒜头 香蕉 还有稻米 这三样 其实都在我们赤桶的特色作物 我们很希望政府 可以在排除关税 降税的这个名单里面 我想在整个刚开始加入之后 它的短多 长空 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实现 把这个冲击降到这一步 CPTPP并非台湾最后一个自贸协定 展望未来至少还有台美及台欧盟 有机会 而美欧也都是世界农业出口大国 因此藉由加入CPTPP的机会 一定具体时间表加速农业部门改革 仍然是不能回避的转移工作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写 零关税的生存战 对台湾落农 对传统农业 都是一项残酷的洗礼 想一惊突起 杀出洗露 不管是农民自救 还是政府配套辅助 都得积极改变 感谢您加入 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